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这个小节中我们会介绍两极页表相关的一系列知识点 那两极页表其实是为了解决单极页表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会从单极页表存在的问题着手开始分析 并且分析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由此引出两极页表机制 那么两极页表的原理、逻辑地质结构 还有地质变化的过程 这是咱们之后会讲解的内容 最后我们还会强调几个两极页表问题 在考试当中有可能会作为考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几个细节 那我们会按照从上至下的顺序一次讲解 首先来看咱们之前介绍过的单极页表机制存在什么问题 假设一个计算机系统按照字节寻指支持32位的逻辑地址 那么采用分页存储管理 页面大小是4KB 页表相长度是4个字节 那既然一个页面的大小是4KB 也就是2的12次方个字节 所以在这32位的逻辑地址当中 需要有12位来表示页内地址 然后剩余的20位才是表示页号 那既然有20位表示页号 也就意味着一个用户进程 最多有可能有2的20次方个页面 而我们知道每一个页面需要对应一个页表相 那么这么多的页面就需要对应同等的2的20次方个页表相 而每个页表相的大小是4个字节 所以总共就需要2的22次方个字节来存储这个进程的页表 那这么多的字节总共就是2的10次方个页框 也就是1024个页框 但是之前咱们讲过 为了实现通过页号查询对应的页表相这件事情 那么一般来说 整个页表都是需要连续的存放在内存当中的 因此在这个系统当中 一个进程光它的页表就有可能需要占用连续的1024个页框来存放 那要为一个进程分配这么多的连续的内存空间 这显然是比较吃力的 并且这已经散失了我们离散分配这种存储管理方式的最大的一个优点 所以这是单几页表存在的第一个很明显的缺陷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由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局部性原理 我们可以知道 很多时候其实进程在一段时间内 只需要访问某几个特定的页面 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让进程的整个页表都常住内存 我们只需要让进程此时会用到的那些页面 对应的页表像在内存当中保存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单几页表存在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从刚才的分析当中 我们知道单几页表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页表必须连续的存放 所以如果页表很大的话 那么光页表就需要占用连续的很多个页框 那这和我们离散分配存储管理的这种思想 其实是相悖的 所以我们要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没有必要让整个页表都常住内存 因为进程在一段时间内 可能只需要访问某几个特定的页面 就可以顺利的执行了 那这是基于局部性原理得出的一个结论 那我们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其实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之前解决进程在内存当中 必须连续存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提出的那种思路 那我们之前的做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进程的地址空间进行分页 然后再为进程建立一张页表 用来记录它的各个页面之间的顺序 还有保存的位置这些信息 那同样的思路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来解决 一个页表必须连续存储 连续占用多个页框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很长的页表进行分组 让每一个内存块刚好可以放入一个分组 比如说像之前那个例子当中 我们的页面 一个页面可以存放1k个页表像 所以我们可以让每1k个连续的页表像为一组 然后这样的一组就可以刚好占满一个内存块 然后再把这些各个分组离散的分配到各个内存块当中 那为了保证我们把这些分组离散的放到各个内存块之后 还能够知道这些分组之间的先后顺序 因此我们依然是需要模仿之前的这种思路 为这些分组再建立一个页表 然后这个页表就称为页目录表 或者叫外层页表 或者叫顶层页表 当然408的整体当中 比较喜欢用的是页目录表这个名词 那这个地方光看这些文字描述会比较抽象 我们直接结合图像来进行进一步的理解 那还是沿着刚才的例子进行分析 32位的逻辑地址空间 页表相大小为4B 页面大小为4KB 所以页内地址应该是占12位 其余的20位才是页号 所以如果我们采用的是单级页表结构的话 逻辑地址结构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既然我们的页号有20位 就意味着在这个系统当中 一个进程最多有可能会有2的20次方个页面 那相应的也会有2的20次方个页表像 如果用实境值表示的话 这些页表像的编号应该是0到1048575 这其实就是2的20次方减1这么一个数 那现在由于这个页表的长度过大 所以我们按照之前所说的那种思路 我们可以把这么大的一个长长的页表 把它拆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分组 那每个小分组的大小 可以让它刚好能够装入一个内存块 那我们每个内存块 或者说每个页面的大小是4KB 而页表像的大小是4B 所以一个内存块 一个页面可以存放4K除以4 也就是1K个页表像 那么换存成实境值就应该是1024个页表像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么大的页表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分组 每一个分组的页表像有1024个 就像这个样子 另外我们可以给这些小页表进行编号 0号页表 1号页表 和一直到1023个页表 那进行这样的拆分之后 最后总共就会形成1024个一个一个的小页表 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是 以前在这个大页表当中 编号为1024的这个页表像 在进行拆分以后 应该是变成了第二个小页表当中的第一个页表像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页表像和这个页表像的这个快号是一样的 只不过页号变为了从0开始 那我们继续往下分析 再把大页表拆分成这样一个一个小页表之后 由于每一个小页表的大小都是4KB 因此每一个小页表都可以依次放到不同的内存块当中 所以为了记录这些小页表之间的相对顺序 还有他们在内存当中存放的快号位置 那我们需要为这些小页表再进行 再建立上一级的页表 而这级的页表就叫做页目录表 或者叫顶级页表 外层页表 那相应的这层的小页表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二级页表 那从这个图当中也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页目录表其实是建立了二级页表的页号 还有二级页表在内存当中存放的快号之间的一个映射的关系 所以如果此时我们想要找到零号页表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页目录表 就可以知道零号页表是存放在三号内存块里的 所以只需要在三号内存块这个地方来找零号页表就可以了 那在采用了这样的两级页表结构之后 逻辑地址的结构也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们可以把以前的二十位的页号拆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十位的二进制 用来表示一级页号 第二部分也是十位二进制 用来表示二级页号 那十位的二进制 大家会发现刚好是可以表示0到1023这么一个范围 所以用一级页号来表示这个范围是刚好的 那相应的二级页号的这十个二进制位 就是用来表示二级页表当中的这些页号 那接下来我们再结合这个例子来看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实现地址的变化 把逻辑地址这么一串东西转换成物理地址 并且最后的物理地址用实进制表示 那么要进行这个地址变化 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根据我们的地址结构 把逻辑地址拆分成三个部分 也就是一级页号 二级页号 还有页内偏移量 这么三个部分 那第二步 我们可以从PCB当中知道 我们的页目录表 在内存当中存放的位置到底是哪里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根据一级页号来查询页目录表了 那一级页号是0 所以我们查到的表象应该是这个表象 那从这个页表象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 0号的二级页表 存放在内存块号为3号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位置读出二级的页表 然后开始用二级页号来再进行查询 那二级页号是1 所以我们查询到的页表象应该是这一项 那通过这个页表象 我们就可以知道 最终我们想要访问的地址 应该是在4号内存块里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根据 最终要访问的内存块号和页内偏移量 得出我们最终的物理地址了 那由于我们想要访问的是4号内存块 并且每个内存块的大小是4KB 也就是4096个字节 所以4号内存块的起始地址 应该是4乘以4096 就等于16384 另外 业内偏移量 把它转换为实进制之后 应该是1023 所以我们可以用内存块的起始地址 再加上业内偏移量的这个数字 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物理地址 17407了 那经过刚才的一系列分析 我们就解决了我们之前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当页表很大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采用两极页表的这种结构 来解决这个页表 必须连续的占用多个页框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 其实如果说不让整个页表藏住内存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在需要访问页面的时候 才把页面掉入内存 其实这是咱们之后会介绍的虚拟存储技术 这个在之后的小节当中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这只是先简单的提一下它的思想 那我们可以给每一个页表像增加一个标志位 用来表示这个页表像对应的页面 到底有没有掉入内存 那如果说此时想要访问的那个页面 暂时还没有掉入内存的话 那么就会产生一个缺页中断 然后操作系统负责把我们想要访问的那个目标页面 从外存掉入内存 那缺页中断肯定是我们在执行某一条指令 这个指令想要访问到某一个暂时还没有掉入的页面的时候产生的 所以这个中断信号和当前执行的指令有关 因此这种中断应该是属于内中断 那这个部分的内容咱们在之后的小节当中还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强调几个在考试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小细节 第一个如果我们采用的是多几页表机构的话 那么各几页表的大小不能超过一个页面 那这个限制的条件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应用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某系统按字节编制采用40位逻辑地址结构 然后页面大小是4KB 页表相是4B 如果采用的是纯页式存储的话 需要采用几级页表呢 页内偏移量又是多少位呢 那我们首先最容易确定的应该是页内偏移量的位数 每个页面的大小是4KB 而这个系统是按字节编制的 所以页内偏移量应该占12位 而剩余的28位就应该是用来表示页号的 另外由于每个页面的大小是4KB 而每个页表相是4B 所以一个页面可以存放2的十次方个页表相 也就是1024个页表相 那由于采用多级页表的时候 各级页表的大小不能超过一个页面 所以说各级页表当中 页表相最多不能超过2的十次方个 那相应的各级页号所占的位数 也不能超过10位 所以28位的页号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一级页号占8位 二级页号10位 三级页号也占10位 那相应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再建立更高一级的页表 最终会形成三级页表的一种结构 那三级页表的原理和两级页表的原理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地方就不再展开赘述 那这个地方假如说我们只是采用了两级页表的结构的话 那么第一级的页号就会占18位 也就是说在页目录表当中 最多有可能会有2的十八次方个页表相 那这么多的页表相 显然是不能放在一个页面里的 所以这就违背了采用多级页表的时候 各级页表的大小不能超过一个页面 这样的一个条件 因此如果我们只把它分成两级是不够的 那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细节 这个很有可能作为考点 在选择题甚至是结合大题来进行考察 那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点是 两级页表的仿存次数的分析 假设我们没有采用快表机制的话 那么第一次仿存应该是访问内存当中的页目录表 也就是顶级页表 第二次仿存应该是访问内存当中的二级页表 第三次仿存才是访问最终的目标内存单元 所以采用两级页表结构的话 我们要访问一个逻辑地址 需要进行三次仿存 那还记得我们分析的单级页表的仿存次数问题吗 如果采用的是单级页表结构的话 那么第一次仿存就是查询页表 第二次仿存就是访问 我们最终想要访问的内存单元 所以单级页表在访问一个逻辑地址的时候 只需要进行两次仿存 因此两级页表虽然解决了我们之前提出的单级页表的那两大问题 但是这种内存空间的利用率的上升付出的代价 就是逻辑地址变换的时候 需要进行更多一次的仿存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要访问某一个逻辑地址的时候 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所以这是两级页表相比于单级页表来说的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那如果我们继续分析 三级页表四级页表结构当中的仿存次数的话 会发现三级页表访问一个逻辑地址需要仿存四次 四级页表需要仿存五次 五级页表需要仿存六次 所以其实有一个规律 如果是没有快表机构的话 那么N级页表在访问一个逻辑地址的时候 仿存次数应该是N加1次 那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两个很重要的小细节 好的 那么这个小节当中 我们介绍了两级页表相关的知识点 我们从单级页表存在的两个问题出发 来依次探讨了这两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特别是第一个 那采用了两级页表结构之后 我们就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 但是第二个问题的解决 需要采用虚拟存储技术 这个咱们会在之后的小节进行更详细的讲解 那在本节当中 我们需要重点理解两级页表的逻辑地址结构 还需要注意页目录表 外层页表 顶级页表这几个说法 不过在408当中 最常用的是页目录表这个术语 另外大家也需要理解 采用了两级页表之后 如何实现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 那这个转换过程 其实和咱们之前介绍的单级页表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无非就是还需要多查一级的页表而已 那这个过程需要能够自己分析 那最后我们强调了两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小细节 第一个小细节 多级页表当中 各级页表的大小不能超过一个页面 所以说如果两级页表不够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分级 第二个小细节 我们需要自己能够分析多级页表的仿存次数 那N级页表访问一个逻辑地址 是需要N加1次仿存的 那另外大家还需要能够根据题目给出的逻辑地址位数 页面大小 页表像大小 这几个条件来确定多级页表的逻辑地址结构 那这些内容还需要大家结合课后习题 来进行巩固和消化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这个小节的全部内容